好 請了恐龍來 可是沒想到他的第一個技能竟然是補充三葵阿 我是比較喜歡小費啦 不過既然這樣子的話 試試看囉 開始營業 YUNA不能外場實在是有點可惜 好遠 OK 下一隻還是來繼續練習 練習倒啤酒好了 雖然我還是沒什麼自信 我覺得啤酒好難喔 欸等一下 動作好快 恐龍幫我 恐龍軍幫我弄三葵了 真的太好了 OKOKOK 喔好多 就是我本來要請第三個外場 發現其實不能請第三個外場 可能還沒解鎖位置 好遠 好遠 OK 唉 大夫這樣子呢 白天跟晚上都這麼操根本就不會胖阿 喔喔太好了 營收稍微成成長了 我還在等鮪魚派對呢 鮪魚派對應該會大量的 喔今天來了 喔今天也來了 VIP跟鮪魚派對 VIP跟鮪魚派對都來了 怎麼 為什麼哭了 為什麼哭了 Why 為怎麼種田跟培訓新人 招募新人都是用我自己的錢阿 到底是怎樣 全部送往廚房好了 畢竟 升級料理真的很需要大量的食材 阿 密度也太高了吧 真的要擴張 擴張了嗎 阿 350 好啦 350就擴張一下嘛 喔可以擴張那麼多次阿 天阿 都是錢 什麼都是錢 所以 這些不是擴張用的喔 還有這麼多不同種類的區域喔 真的假的 正式版也太厲害了吧 接下來應該是 要去那個 大王屋賊的區域吧 我有點忘記怎麼走了 總之先下水 阿對了 柯布拉今天有賣嗎 蛤這什麼 衛裝網偶 大夫的網偶 引誘敵人攻擊 感覺好像沒什麼用 他今天還是沒有賣炸彈網子阿 什麼 引爆墨汁蛋 怎麼覺得 沒有賣炸彈網子 就沒有什麼屁用 沒有賣炸彈網子 我沒有辦法補獲三星鮪魚 數量就會差很多 數量上 而且 要在那邊慢慢 跟他在那邊用打的 實在是 有點累捏 算了 打就打 長尾殺 喔睡著了 直接帶走 哇拉 好 OK 長尾殺的眼睛為什麼這麼可愛 那是三星長尾殺 欸 這邊怎麼變成黃奇鮪魚了 原本的五隻那個黑鮪魚 沒了 啊 沒了嗎 還是比較想要黑鮪魚 因為黑鮪魚才有大腹的樣子 喔在這裡黑鮪魚 黑鮪魚在這裡OK 嗚咧 看來只能抓一隻完整的三星回去 噢 哇 剛剛是打哪一隻 剛剛是上面那一隻 OKOK 抓這隻回去 沒試過這個網子槍能不能抓這些鮪魚 我猜是不行啦 那個有點太大了 但是還是試試看吧 但是還是試試看吧 好..好快 好..好快 啊太快了 哼 果然不行 他穿破了 可不拉 你是不是在搞我啊 哇 吹頭煞又來了 好 把你做成 把你做成生魚片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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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撞到了是吧 撞到了是吧 nice 噢噢噢噢噢 垂頭炸真的會這樣攻擊人嗎 啊 沒打到 噢噢噢 沒發出去 啊 厲害 啊 它就這樣啊 洋氣 啊 ok nice 勝利之五 喔 頭骨 還好剛剛旁邊就有一個氧氣不然真的要死 喔 終於找到終於找到了 在這裡 OK 三旋槍 會不會需要這個阿 等一下會不會需要打新王還是新怪阿 啊 這裡竟然也有長尾殺 喔 原來要跟他打阿 喔 不是喔 喔 在那裡耶 克布拉的鐵敲 但是被石堆埋住了 想要出來 想要拿出來就要清理一下 清理一下 喔 這個把它搬開就好了 簡單阿 是要搬到別人 喔 要把他搬到這個發光的地方阿 Why 放在旁邊就行了 不行嗎 啊 糟糕了 又有 啊 是螃蟹 哇哇哇哇哇哇 在水裡怎麼跳成這樣的 喔 看來在清理石頭的時候碰到螃蟹的棲息地了 哇 他們看起來還真兇 要先打敗這些傢伙才能拿走鐵敲吧 這一定要用石頭就對了 啊 我不能用魚叉嗎 魚叉 魚叉 不行 完全防禦 魚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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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又沒撞到 欸 欸 這 啊 可怕 躲在那個石頭那邊 終於出來了 蛤 哼 nice 喔 組織都打敗了 現在把鐵球拔出來 確定是這樣拔的嗎 欸 有了有了有了 啊 還要玩這個 OK 有這麼難拔嗎 太好了 這應該就是科布拉索的那個鐵敲了 應該 總之先回小艇吧 可惡這樣也算BOSS戰 老實說他們還蠻難纏的 尤其是躲在石頭裡面的那一隻 啊 你順利帶回來啦 嘎哈哈 那你就把這個拿去插在石頭縫上 這樣失利的話 就能輕鬆拔起石頭了 嘎哈哈 太好了 有這個就能移動鏡子了 太好啦 既然都上來了 就順便檢查一下裝備 別忘了去一趟斑橋壽司 為什麼 為什麼他要這樣提醒我 喔又有新的 這什麼 太帥了吧 呵呵呵 呵呵呵 哇塞 這說現在明明是白天啊 呵呵呵 可惡啊 這樣也才230而已 美味度 還可以再強化 可是我的大副就要消失啦 255 強化 這樣怎麼就可以 明日之星就可以 就可以那個了 就可以升級了 哇 這樣鮪魚大幅還是消失了 還是要再更多 不是明日之星啊 料理之星啊 好 白鏡 有新的嗎 有新的動畫嗎 沒有一樣的 沒關係 欸 好像不太一樣 呵呵呵 真的不一樣的 呵呵呵呵 nice 耶 白鏡啦 喔 新的食譜啊 我的天啊 右上角那是什麼東西啊 黑醋 蹲 鷹鴿鴿魚喔 海馬烏龍麵 好可怕 善葫萱最大值 善葵生產值 料理藍味加1 新裝 欸 裝潢 商品 OK 可是沒有裝潢位置 這麼多商品要幹嘛 哇 有鑽石級喔 鑽石級 375 720 我的天啊 一試跳好多喔 好 不知道上面還有沒有 鑽石級是最高了嗎 為什麼這些裝飾也是花大夫的錢 有沒有搞錯 到底是怎樣 到底是誰的店 很好 用克布拉格的鐵槍把石頭拔出來 這有這麼難用啊 OK 成功了 這樣就可以再繼續往下一層 哇 劍木果絲的能量真大 這麼厚的冰都融化了 再下去看看吧 但是好冷 好想喝斑橋壽司的 正乎乎味噌湯 欸 等等等等 什麼 什麼東西 哪里 OK 吞慢 吞慢的皮 欸 這邊要照相 喔對了 之前那個地方也 也 還需要照嗎 喔喔 這裡也堵住了 好像快到底了 現在周圍繞一圈看看吧 鏡頭上面都結霜了 要先用手插一插才能拍照 蛤 啊 還要這樣子啊 代夫的手好大 但是插鏡頭也插太慢了吧 啊 這樣子我覺得 插完原本插過的地方又結霜了 好 這樣應該可以了 OK 之前那個地方需要拍照嗎 代夫這樣竟然不會被 灼傷 果然這邊也需要拍照 有回來是對的 OK 哇 有更複雜的機關了 好 接受挑戰 那裡有冰牆擋著 用劍木果實的裝置應該可以融化 在這裡 先搬到 好遠 為什麼要這麼遠啊 原來是用這個 用敲的啊 好 好 嘿 這個我要了 後面還有嗎 風火冰層融化了進去看看吧 為什麼這一句也要把我妨礙住啊 也要 也要讓玩家停下腳步 這樣不太好節奏上 喔 壁畫 這裡也有壁畫欸 先拍張照片 這是新的魚嗎 真的是新的魚欸 哇 負重了 這個不要好了 哇下面還有一階喔 好多 喔 這邊鏡子位置看起來不太對 有辦法調整嗎 呃 OK 那剛剛沒有在調整嗎 喔 他說的是這樣的調整 應該是用斑的吧 好厲害 喔 這不能打 好 這應該要想辦法讓光線也到對面去 所以 應該也是個T 正T字型 那這樣就可以了 我可以看見 我們會看見 可以看見 在那邊 哪有 哪有 是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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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吧 成功了 喔 堵住出路的冰牆融化了 現在往那邊出去的話就會出現在冰河區域 出現通往冰河區域的門 可是真的好冷啊 好想趕快回小廷喝杯綠茶 綠茶 從味噌湯退化變成綠茶 好黑 好黑喔 什麼都看不到 對了 剛才打了這個果實就變亮了 就用這個來照明 這個也要 拜託啊 這個製作組是怎樣 覺得不牽玩家的手很不舒服是不是 什麼 怎麼會有這種地中東西 大夫你跑的方向不對吧 你應該是往等跑出去 哇 那個進去有什麼 哦 這到底是什麼 居然有這麼巨大的加段 不敢相信 哇 還好被鎖鏈困住了 不要烏鴉嘴 順著水是 脫困擺 哦 原來不要跟他打 快逃吧你 追逐戰嗎 他真的會跑過 追過來 哦 那麼大的快頭應該逃不出來吧 現在只要順著洋流出去 哇 哈哈 太帥了 Giant Guard Guard 不 不可能 被抓到 我也連骨頭都不是很快逃 他看不到前面啊 真的 怎麼讓我想起阿拉丁啊 操刃上面 哇 可以用 小心他的手 可以用炸彈打他 哇 炸彈打他嗎 不行 沒有反應 哎呦 這還有這樣子 真的他也爬得太快了吧 啊 咪 吼 哇 怎麼還沒 怎麼還沒到啊 這個 這個 這個通道本來是幹嘛的 也太長了吧 感覺有點奇怪 他有在準備什麼大招 怎麼辦 前面的劍步果實 那假的我討厭光 用那個打 用那個打的話 打 打打打 哎 這邊原來不是我空骨子 哦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阻止他的大招 這通道超長的耶 這比雪山隧道還長 他到了 哦 哦是死路 不處可逃怎麼辦 哇 齁齁 賴夫竟然可以閃得過 哦 所以是前軍翼吧 這間我好像昏倒了 碰撞石把下面的路打通了 趁他清醒前 快逃出去 還在那邊比 比站 快走吧你 還來啊 還追上來了 欸 這通道只是剛剛那個 把他轉次而已啊 哇 已經騎過來了嗎 這腳我真會煩人 呀 啊啊啊啊啊啊啊 等下大夫你也太慢了吧 這怎麼這麼慢 哎呦 哎呦 這碰到會直接死嗎 欸欸欸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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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長了吧 啊 終於過了 哇 這是到多深的地方啊 還好 我有升級我的潛水裝 這真的甩掉他了吧 快跑吧你 這震動是 在哪有啊 你快點跑啊 哇 真的對我很清晰 那邊大概有地方 通往外面 快跑吧你 這個話真多耶 這個製作組到底是怎樣 真的追上來了啦 啊 好險 哎呦我的天啊 哎呦好可怕 啊 是光 光 掉路的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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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誰的力氣怎麼打 難道是蘇旺 哦 果然是蘇旺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嘿 蘇...蘇旺!你竟然帥了一回! 啊!把事情交給人類基本果然讓人不安啦! 如果不是本蘇旺大元你應該成為深海魚類的點心了! 你們魚類!你看那個是魚類嘛!他有手指欸! 這是我承認!蘇旺謝謝! 啊!好!那就按照約定去看看冰河區發生什麼事再回來吧!人類! 我沒想到會這麼冷再繼續下潛會凍死的! 欸!你這脆弱的人類!難道人類連保護這種脆弱身體的裝備或衣服都沒有嗎? 喔!先去問問科布拉好了是否有郁寒的潛水服? 那就沒辦法了!人類先回村莊吧! 你看到後面那個巨型靜止了吧!只要重新啟動那個馬上就能回到村莊啦! 你去拉右邊我拉左邊!我離左邊比較近吧! 等一下!蘇旺你這樣沒問題嗎! 蘇旺! 你要注意你身後啊! 好!現在搭配本蘇旺大爺的信號一鼓臭氣拉下去! OK!它是兩個結合起來!OK! 哇!很好!現在可以從村莊直接來這裡拉! 先返回村莊去找...找能戰勝寒冷的辦法吧!人類! 欸!人類真脆弱! 喔!對於蘇族戰士本蘇旺大爺來說真是無妨想像! 你的尾巴從剛剛開始就一直在瑟瑟發抖!真的沒關係嗎? 你...你在說什麼啦!你的眼睛出毛病了啦!人類! 先回村莊吧!阿啾! 哈!現在是靈蝦跑到鼻孔裡勒! 喔!你來啦!冰河區域怎麼樣! 如果通道裡有非常大的加盾在! 老實說冰河區域可能真的太冷了!我沒辦法進去! 也是!你穿著那種只能往返於溫暖大海的服裝! 這要求從一開始就太勉強了! 我們魚人族穿的是放入了劍木果實編織的衣服! 蛤!原來是作弊! 所以還能忍受! 那個!人類能加工這個劍木果實的布嗎? 欸!加工嗎? 克布拉或培根博士說不定有辦法! 欸!似乎有很多有能力的同伴! 我先把布給你!你去問問看吧! 嗯!劍木果實的布嗎? 雖然不能直接穿! 但如果做成潛水服應該可以抵禦寒冷吧! 哇!還給我兩百倍! 欸!瑞莫小姐! 聽說通往冰河區域的巨型鏡子已經啟動了! 我看蘇旺那小子好像在村莊裡到處誇要說那是他一個人的功勞耶! 真是的!這種傢伙就是讓人家這麼受不了! 好耶!先上去再說吧!我也快要負重了! 喔!晚上了!喔!開派對啦! 看來冰河區域要等到下次啦! 是說那個鏡子竟然可以選擇要去小艇還是去冰河區域 他是怎麼選擇的?那個鏡子還要選擇扭嗎? 開派對啦! NICE! 嘿喲!你準備好了喲! 喔!你來的還真準時啊! 請坐!我馬上著手準備! 喔!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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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OK! 哈哈哈哈哈哈 好詭異! 是說這傢伙該不會是 這傢伙該不會跟奧托有關係吧? 你看!這就是這個味道喲! 我小時候吃過的就是這個味道! 那個蔬菜壽司太好吃了喲! 你怎麼有辦法連材料都準備得這麼完美! 我只有調味而已 材料是拜託朋友幫忙找來的 喔!果然有關係嘛! 因為奧托之前說誰會點蔬菜壽司 果然是兒子! 兒!兒子! 老爹! 怪不得我還在好奇有誰會想吃蔬菜壽司 我聽說有人在這附近看到跟老爹相似的人 想說試試看所以才點了蔬菜壽司喲! 老爹已經離家八年了喲! 也沒跟家裡聯絡過! 那!那是因為我捲進暴風雨被帶到無人島! 什麼! 那!那裡只有樹和大海! 我只能拔草吃!蒸留海水來喝! 狩獵偶爾出現的野生動物在烤來吃! 就那樣撐了幾年最後被救出來來到這附近! 發生了這麼大的事呦! 真的還假的! 我本來想打算等生活穩定下來就回故鄉一趟! 結果拖到現在我真的沒臉見你啊兒子! 村民都以為老爹拋棄我們離開了喲! 朋友們也覺得我可憐還有嘲笑我的家伙! 我為了撫慰心情而開始的音樂結果人們都很喜歡 現在這已經變成我的職業了喲! 即使沒有我你也這麼優秀的成長了! 真是太感謝了! 雖然一開始我也有埋怨老爹! 但音樂治癒了我喲! Peace! 哈哈!難得來到這裡! 兒子要不要去看看我一手建立起來的農場! Get out! 好啊!好像還會想起以前的事喲! 現在已經成人了! 到時候可以在我的農場倒一杯啤酒給你! 啊! 哈哈哈哈! 奧奧托的故事是真的嗎? 喔!真是意外的發展! 那個繞蛇歌手竟然是奧托的兒子! 他們兩個都很喜歡說話! 這也許是共同點! 有道理!總之是好事吧! 班球壽司讓家人團圓了! 他們兩個應該有很多話要說! 希望能解開誤會啊! 竟然還有三米首張專輯LP! 這不是本來班條就有的東西嗎? 竟然現在才拿得到! OK! 接下來就是鮪魚! 鮪魚派對! 鮪魚派對是不是全部都要上鮪魚比較好啊? 鮪魚大副! 全部上! 留六個好了! 天啊!強化料理也太貴了! 需要的材料太多了! 先營業好了! 好! 全部都是鮪魚跟黃旗鮪魚! 整隻就是鮪魚大餐啊! 今天應該會...營業額應該會不錯吧! 咖哩塊! 竟然可以找咖哩塊了! 開始吧! 馬上來! 馬上來! x1 x2 x4 x2 X3 x4 x3 啊~~好難喔 天啊 等一下太多了吧 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 加油啊加油 命啊 OK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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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OK 這麼近的就很OK了 喔 成功了 但是我還是要插桌子 我桌子還是插完才行 啊 天啊 哇 直接爆充欸 英月兒 哈哈 但是評分下降了 太可惡了 那個啤酒這麼難倒 真的是 黑鮪魚刺生獸是最高 因為他的數量最多吧 第六章啦 大夫沒什麼事吧 那個通往冰河區域的通道是打開了 但是太冷了沒辦法進去 這套潛水服太勉強了 所以我從魚人族那邊得到了這塊布 但不知道該怎麼用 在布裡感受到了溫暖的氣息 這是上次從魚人族洞穴帶來的呼吸裝置 如果有可以連接這些的機械零件的話 或許就能製造出保溫潛水服 那不就是那個華生上將給我的 留下來的那個 機械零件啊 大夫你之前不自有 從約翰華生那個潛水服裡拿回一些東西嗎 喔 這樣說起來 我當時有看到一個很複雜的機械零件 所以就帶回來囉 這是自動調節水壓的裝置 用這個應該可以做點什麼出來 但是 破損範圍太大了 沒辦法直接用 除非有完整的物件 哈 我想到了不錯的點子 是什麼 我需要整理一下思緒 晚窗再告訴你 嘎哈哈 總覺得有點不安 欸 培根博士 好 培根博士是來交給我那個呼吸器的 怎麼又是你 先生你好 今天是充滿活力的星期一 喔 對喔 他要把什麼雜誌給我 不是嗎 托尼大夫我們才能在今天發行的雜誌上 刊登獨家報導 以後也要繼續拜托你了 我們星期六再見 嘿嘿 阿 你不是要給我什麼報仇 喔喔喔喔喔喔喔 哇 一千 NICE 取材支援費 喔喔喔喔 哈嘍大夫 你睡得好嗎 喔 你昨天跟薩米聊了很久吧 哈哈 好久沒見到他了 當然有很多話要說 昨天真的很快樂 話說回來 我有些東西想要給你看看 來農場看看吧 直接被抓過去了 喔 薩米竟然養雞啊 好可愛的雞 咕咕雞 喔 哪來的雞 還有薩米的衣服是 嘿喲 昨天我跟老爹聊了一下 突然想起很多小時候的事喲 一開始喜歡音樂才成為饒舌歌手 後來吵 後來吵雜的生活卻讓我覺得疲憊 看到這裡的農場 向往想留下來了喲 那你不做音樂了嗎 我要在這裡寫一首 關於自然和美麗和務農樂趣的曲子 唷 最近出的新歌 只要在網路上發表就可以了唷 嗯 是一樣喔 話說回來那些雞是 哈哈 我送了一些食物給附近的村莊 他們說是給回報就給了我那個 昨天本來想要乍來享受一番 但我兒子說留下來讓他們生雞蛋怎麼樣 然後我就迅速的蓋了這座養雞場 血緣果然騙不了人啊 你竟然在一個晚上就蓋出這個也是蠻厲害 哈哈 我也在鐵錘敲打的盾 盾 盾重節奏中產生了心靈感唷 父子在一起的畫面真是太棒了 所以說現在去農場的話你就能得到雞蛋了 喔 雞蛋嗎 啊有玉子燒了是不是 玉子燒會不會對班橋來說太普通了 哈哈 雖然現在只有一隻雞只能給你一顆蛋 但如果去拜託薩米他會幫忙找更多雞來的 每一隻雞每天只能獲得一顆蛋唷 雞蛋有A和B兩個級別 級別越好剩下的雞蛋也會越好唷 我會跟老爹待在這裡常來玩唷 這 這個年輕人還真上進啊 雞蛋嗎 班橋先生的料理應該會變得更豐盛吧 太棒了 喔還有黃金雞蛋是不是 耶 所以我要怎麼樣獲得更多雞 當店 喔好貴 放木健康機 好貴啊 好 放木健康機 偶爾會下A級 很高機率會剩下A級 那 A級機率70%喔 以 以效率來說這個應該最好 啊 OK 還可以更變名稱啊 只有English Korean 然後 日文 那就不更變了 我比較頭痛的是這個稻米 會哭死 我明明每一段時間都有來看 他為什麼還是會哭死呢 吼 無形中管理這些東西就花掉好多時間 順便把這個再升級一下 有時候魚叉槍也是蠻強 欸 裝載槍也可以升級好貴 155 啊 還是魚叉槍先好了 這個 其實最想要的還是打撈無人機啊 不過好貴喔 真的是 哇龍魚叉 哈哈 超合金魚叉 竟然還有下一段 真是 哇 看起來好好吃啊 我捨不得吃太美了黑鮪魚大腹 哇這每個都畫得好漂亮喔 真是的 太用心了吧 哈哈 哇三千 那大夫竟然在這個地方 這個時候還在釣魚 大夫也實在是 真是太拚命了 太努力了 太棒了 好 無形中管理就會花掉好多時間了 然後還要再去捕魚 既然主線劇情晚上才會發生的話 我可以我 我早上下午可以安心的捕魚了 好 不管怎麼說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那還是沒賣那個網子炸彈到底是怎樣